从柯南的滑板到漫威电影里的雷神之锤 再到游戏《和平精英》里的蹦蹦车 在发明达人王菲的造梦工厂里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出来的 2月20日 记着来到王菲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郊区的造梦工厂 他正踩着柯南的滑板 在院外快速自如地穿行 他的造梦工厂不仅让黑科技走进现实 也见证了他用匠心守护童心的梦想初衷 我从小就是柯南迷 柯南里面很多道具 我都特别喜欢 而正好那段时间很多粉丝给我投稿 说让店长你做柯南滑板怎么样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设计制作柯南滑板 也圆了自己的梦 也圆了很多粉丝朋友的梦 30岁的王菲从小心里就有一个发明家的梦 2015年大学毕业后 迫于生活压力 选择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 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梦想 期间他看到了很多海外的科技博主 脑洞大开发明创造的视频深受启发 2017年冬天 合肥浦江大学 爱动手的王菲 在家自制了一个雪橇 在道路上滑行的视频 让他收获了网络50多万的点赞 使他重新点燃了自己的发明梦 实现梦想的创业路上 并不是一帆风顺 创作期间 王菲每天工作15、6个小时 战术失败是常有的事 在各种实验过程中 受伤时有发生 2018年 投入的近百万元 也面临血本无归 但他没有放弃 一边学习机械知识 一边钻研发明 第二年 他的几个作品 相继在网上爆火 同时吸引了大量粉丝 其实回过头来想 其实之前的工作 还是比较稳定的 虽然说当时比较安逸吧 就是朝九晚五 但是呢 现在自从做了自媒体 就从周一到周七 早上只要一起床 就开始想这些 晚上呢 又睡不着天天失眠 现在很多时候 都可能要吃药才能睡着 但当最后 把这个作品 完整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以觉得人还是要 有自己的梦想 并且坚持自己的梦想 王菲说 之前做的比较多的是 动漫 游戏和电影的还原 但大多数都是海外的IP产品 在他看来 国内IP产品相对较弱 他希望在2021年 可以制作一些 国产的IP产品 并做一些原创的动漫 电影 游戏的形象或道具 就经常会在网上看说 哎呀 你做这么东西 一直做国外的 其实我今年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自己 包括更多的粉丝 有文化自信这一点 而且呢 我也想就是做出更多 特别优秀的 这种的作品 就即便是放在国际市场上 我们都很有竞争力 目前王菲的各种视频账号 共有700多万粉丝 他给自己的账号取名 菲菲见长 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做一艘海贼网里的 万里阳光号 带着自己梦想起航 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视频 呼吁更多的人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可以实现 其实今年还有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月 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博主 加入我们的团队 他那主要是做外形的 然后呢 我呢可能做更多机械的结构 我计划是做五套 这种五个人物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可能相当于 巡演的静止 我们去很多小学啊 或者说福利院 给这些小朋友们 看一下我们这种 国门风格 这种机械的感觉 这种的装备 然后也能 点燃更多小朋友们的 这种的梦想 跟这种的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